大世界像舞台 我亦可暢游异国 风景看障至今深 为何在宇宙外独行 花生有 爱出走 出游沟鬼头 窮游也风流 回到这个星期的窮游也风流 我们其实做了两个星期的一本 第一集 这个四国非常受欢迎 我完全想不到这么厉害 那个反应 你怎么知道 我们现在录音这一集 其实还未出北海岛 我相信那个反应也非常爆炸性 其实这一次出了日本之后 我们之前出了一些节目之后 我发觉那个现象就是这样 往往人去得到的地方 其实会比较多人听 还有近香港的地方 对啊 坦白说你穷游 人们都是想想想想 你钱穷而已 时间也很穷 如果你说去的地方太远的话 确实那个吸引力是低的 不是说很便宜的去到很远的地方 而事实上有很多人说 连那个时间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 家梦中 我们说一下 就是卡拉卡拉 去远的 去近的 其实这样会好一点的 没错 今天有Kandice Kandice在这里 哈啰 除了Kandice之外 因为其实他上班也比较忙 他正在准备第二个 一个题 所以需要一些时间 今天除了我 B女 和Kandice之外 我们找了嘉宾 就是Dennis 哈啰 大家好 我是Dennis Dennis 就是一位网友 推荐上来的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在节目中也说 谁觉得自己有些很有趣的经历 不介意分享 确实那个反应也挺踊跃 是啊 都收到多少信息 是啊 但是每次都是我亲自回覆 你多多一点 我不敢回覆 我也不敢 我怕我太狗不特别 而且是曹总的地头 没错 都是你回覆 OK 所以或者可以PM我 我也可以的 多谢那么多网友支持 也证明大家有用心听我们的节目 那这次Dennis 是去哪里呢 就是这么高兴 就是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是在哪里呢 去过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 为什么突然间这么有兴致去说斯德哥尔摩 因为其实斯德哥尔摩或者瑞典也好 有很多人搞错瑞士的 完全不同 两个不同的 一个不勾的 对啊 瑞士其实最标志性的就是他自己在阿尔卑斯山脈里面是佔了最美的景观 比如你说少女风 流心下面的景观 无论是市区也好山区也好 其实都很童话的感觉 但是瑞典完全是截然不同 瑞士完全是两样东西来的 其实他的中文译音也不像 英文也不像 只是S字而已 但是一个是Sweden 和一个是Switzerland 是两样东西来的 对啊 我想是香港人 或者是华人 才会搞混亂 正常人也不会搞混亂 因为你的译音也是叫瑞士 对啊 但是我相信其他外国人也不会的 但是你说瑞典这样 不是瑞典不好啊 我自己印象中比较深刻的 其实就是以前看了一部电影 叫《龙民身的女孩》 就描绘到整个瑞典 很黑暗 很黑暗 很压抑的 很多社会问题 就是这样的 那两个不同的一个国家 虽然大家经常搞乱了 如果你说 突然间你亂按了瑞典 打算去滑雪的话 就未必会给你那件事 但其实都可以滑雪的 只不过他不是在阿尔卑斯山滑雪 所以你可能期望的事情不同 但是我自己本人就在瑞典滑雪的 都可以滑雪 不过可能景观也不太一样 因为他都有山的 而且他们北欧长年都冬的 是啊 还要有北极光看的 那又去到好北才可以的 是啊 我觉得看北极光好像冰島容易 嗯 是啊 其实他也有他自己卖点的 但是 为什么要特别去说这个地方 那就是 问一下Dennis 是啊 问一下Dennis 其实为什么我会到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的最终目的地 就不是这里 不过我刚好在一个旅程 就路径这里 就是一个中途站 转机 但你本身是去哪里呢 我本身是去拉脱维亚的 哇 哈哈 刚才我们在问 为什么会无端端想去拉脱维亚 这个小国家 有些人甚至没有听过 拉脱维亚是什么 但是就好像是一个很有趣的分享 对吗 嗯 一个朋友的分享 一段新闻报道分享给我 那我就觉得 既然那么有趣 那就儘管去看看吧 是什么新闻那么厉害 哈哈哈 那个新闻是 哈哈哈 要问我一会 大家可以试试 在Google那里 打这个拉脱维亚 一大段很有趣的新闻 基本上 是的 那段新闻呢 就是说 拉脱维亚 那些女人就太多了 是的 那就要欠男人的 嗯 那我现在在找一段新闻出来 即是说什么 十女才有一夫 是的 十女一夫 接着最缺男人的国家 这个国家 哦 美女排名是全世界排名第二 第一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我之前有去过 那就觉得 不是啊 我想你 第一名差多远 为什么呢 即是因为有 同时间我见到有些新闻 亦都在狂数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揭臂 拉脱维亚女人 致死都不嫁中国男人的原因 哈哈哈 这个完全是抵消了急引力 人家缺男人还是缺男人 但是他都不会嫁中国人 为什么不嫁中国人 说来听 哈哈哈 我觉得很好笑 中国男人不够英俊 首先 臉太便宜 又不像西南 轮廓不够突出 高低起伏 有灵有角 第二 第二 就是 就是 華人 不要说中国男人 不够sexy 西式的幽默 是建立在西方的文化上的 如果你说收声词 完全是进不了 真是 你甚至说黄子华 他都不得了 第三 就是 中国男人不够风度 西方 女士優先 这个lady first 是理所当然的 为女士开门 让助 这件事要分开 要本土一点 要强调我们是香港人 不是中国男人 没错 所以香港人去 跟中国人有两个差别 完全不同 所以要强调一点 我想我那次去日本也是这样 奈何 就是 当你说自己是香港人 很多时候 他们都会说你是中国 不是 不是 他想起 Jackie Chan Jackie Chan是个人渣 但他们不知道Jackie Chan是个人渣 是Hero 我去捷克的时候 他都会说 Oh 香港 I know I know Jackie Chan Jackie Chan 很討厭 但我看到 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怎麽不想起 Bruce Lee的呢 真是夹笑 也有的 太远了 不是 Bruce Lee 不會去拍荷里活 不是现在的时代 荷里活 但Jackie Chan 至少近年 都会有些作品 但anyway 拉脱维亚 就好 我想留下一节 首先说瑞典 瑞典 瑞典 其实Dennis 你自己觉得 你去完之后 你本身去 有什麽期望 你本身的期望是怎样的 其实欧洲的天气 那方面的空气很好 其实这些东西也有 是很欧洲式的东西 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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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 欧洲人 那些男男女女 很高大 很英俊 北欧是 因为他们日耳万民族 所以 很多都是金髮 男眼 白皮肤 那些男人有十个都漂亮 另外一样特点 男人 基本上十个有八个 都是留长头发 嗯 没错 而且是大狐子 是的 一下肌 第一件 我看到的 比较稀奇的事情 就是 我去到Information Counter 有个很高大的男士 是 头发很长 长到下巴 狐子差不多 碰到胸口 我看她的职员症 Cuzenda Course 职员症為何 是橙青的呢 好 她的银青 没有胡椒 你问她留了这把长发 多久了 应该很久了 我心想 原来她们见公一个样 和上公一个样 是的 所以你去到街 看到长头发 是很普遍的 很普遍的 是的 跟东欧的男孩 也不同 东欧的男孩 是会短头发的 我不知道是否 天气冷的 天气冷的 很多男孩 所以头发保暖 可能是 你说她是日耳晚 我想是说围京人 围京 围京 或者是叫做 Fortivican Viking 妙思人 我不知道你没有去过 挺特别的 其實她是保留一些 那些围京人 她自己住屋原子 其實都挺有电影感的 如果你说去过 其实是会重演很多电影的画面 这个我好像没有去过 但我去过另一个 叫做Skansson 都在Stokholm Skan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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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都是保留一些 瑞典原本的屋是怎樣 好像动植物公园 有少量的动物 其实是一个岛 这个岛以前是皇帝去打猎的 现在没有打猎 他们就建了公园 如果大家真的去的 都可以去一去那个岛 话说话 其实斯德哥尔摩 是由很多不同的小岛组成的 没错 其实这个城市 大部分都是八百多个岛 有些岛是小的 也有些岛是大的 我觉得很重要 譬如市政府有自己一个岛 即是City Hall 他可能在旧城区皇帝 皇宫有一个岛 然后他对面有很多桥 所以他就叫做一个北方威尼斯 但是他没有共多岛 其实市居都算是挺漂亮的 很漂亮的 很多人在那里跑步 踩单车 空气挺好的 空气也好 有蓝天也多 你不会像英国那样 最 Fantasy VR 曙人所以秘密 智云 是挺不错的 夏天来看 他真的被人游泡的基率都十分大 所以他们在北歐 因为夏天掌短 即是日照的时间长 全被人到公园与光光了 真的很被人游泡 但是Dennis 其实你是那个时候 他是可以去哪一个事 三月未去的 三月未去的 那時候的天氣如何呢 那時候的天氣 我第一天到達只剩下四度 一天比一天冷 最冷是一度 其實我覺得外國的一度 比香港其實不是太冷 因為很乾 是很乾 我去到整個旅程 我買了一支Lotion 是用完的 每天都要塗 那時候沖完澡 一不塗 衝不出街 就會裂掉 整個臉都會爆炸 但它冷就不像我們 可能香港十度 你都覺得冷了 我覺得那裡的一度 跟香港的八九度差不多 如果你說走市區 其實很漂亮 但不必要 一定是標誌性的瑞典 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只看城市的面貌 或者建築的特色 其實都有點像瑞士 或者那個叫做什麼 是樓心 有些像樓心 其實我看到有些地方 瑞士我就未去過 但瑞典其實那些建築 都是尖不甩的 很多高塔都是尖 即市場 即市場 有三個尖 但有沒有必要去到瑞典去看這些東西呢 我覺得如果去瑞典 瑞典其實未必是看建築物 是 是 但文化我也覺得可以 因為瑞典 對 所以有一個諾貝爾物館 對 而且頒諾貝爾獎 其實是在市中心裡 一座藍色的東西 旁邊就是一個街市 街市外面有賣水果 街市現在重建了很漂亮的熟食中心 咦?有什麼好吃的? 它那個熟食中心的底 有很多檔 有一間很有名的吃魚湯 北歐也有名的海鮮 所以它的魚湯是很鮮甜 很好味 有很多種魚混在一起 上面會放一坨 橙色的魚湯 上面會放一坨 還有牛油 沙律和餅 和麵包 你會喝加 然後湯 它都可以再補充 但不會再給魚 這樣算起來都是七十多港幣 當然這樣聽起來很貴 但其實在瑞典來說 算是很便宜的 你可以喝一個魚湯 就飽飽了 都是說這個斯德哥爾摩 斯德哥爾摩 斯德哥爾摩 再出名的 靜候群 是嗎 對 斯德哥爾摩 綜合症 我記得有這個 Dennis 你去了多少天 其實我頭尾 在斯德哥爾摩 4天 4天 Kanis 你又不同 我想我三次去 合起來都一整個月 為什麼你去了三次這麼多 因為我本身有些親戚在那邊 所以你問我去瑞典 或者去斯德哥爾摩的體驗 我想跟一般正常的遊客 未必過感覺很相同 因為我根本是去過 即是去Homestay 對 去過生活 但我去的時候 有一次就是Midsummer 即是六月中 是日不樂的那天 其實十二點 你還看過太陽 可能剛剛下山 我說的是十二點Midnight 但我剛剛回家洗澡 準備睡覺的時候 零晨是兩點 他又日出了 哈哈 所以我就覺得 為什麼你們可以這麼厲害 所以他們就說 那邊的人很多時候有情緒病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冬天曬不到太陽 因為我另外一次去 剛好是我在英國工作 我放假New Year的時候 我就是一月幾號去 那次又反過來 晚上是2、3點 在說下午 3點就天黑了 然後要早上 可能9點、10點才日出 所以我去 所以你問我那五天 去做什麼 我好像沒什麼做事 在家裡躲起來 但那次我去了滑雪 你又滑雪 其實完全是兩件事 Kanis 你叫做三個禮拜 就是三次去 那其實也是在Stokholm 在Stokholm 但我又去了一些外島 因為其實我去很搞笑 我在聖彼得堡坐船去 俄羅斯 對 在俄羅斯 之前也說過俄羅斯 其實你去坐那個郵輪 其實它不是比你們想像中那麼貴 我記得我是一百二十元 歐元 在聖彼得很出發 終點是Stokholm 但中間它會逃經客人生機 全部加起來三天兩夜 我住一個四人的房 但我也是 因為它淡貴又不算淡貴 其實沒什麼人去坐 即是你自己把整個房間都霸佔了 不是 還有另外一個女人 兩個人 所以算是OK 但吃就完全不算 所以你可能要在俄羅斯買齊 可能你要買杯麵 或者買乾糧 如果你真的不想在船上吃 船上吃擺明是貴的 因為一定會掠你 你都沒有預訂 那我就吃了一餐是那些Buffet 我記得25歐元 但其實你生活那麼久 你也知道那個消費都很貴 是貴的 是貴的 那瑞典它花的那些叫做黑浪 瑞典黑浪 那跟我們香港的錢是很近的 即是1比0 0.95 0.95 我去的時候好像是1比1.1 所以其實你當它這麼仔細 都是1比1 那你吃一餐Dicent的一個晚餐大概多少錢 我應該都沒有吃過一個很Dicent的晚餐 但我吃過一些不Dicent的晚餐 可能在購物餐裡的一個Food Court 吃一個Carbonala的意大利粉 是$130 差不多 這個價錢是差不多 那吃麥記呢 一個餐呢 $6.70 那跟一般歐洲都差不多 都是貴一點點的 那不是特別貴 我想起碼跟瑞士不會差很遠 瑞士也是出名貴的 但是問題是說你的生活水平 或者你的生活指數去到這麼高 你就要找個理由去說服自己 值不值得去這個地方 嗯 我覺得如果老實說 你沒有親戚朋友在那裡 我覺得不要特意去 但是經過你可以去一下 Kandace已經告訴你 其實說真的 這些是很掃興的 你說得明白 你是被動去的 你也不是主動去找這個地方 如果可以去挪威丹麥 芬蘭 做一個中途站 我覺得可以去走一個圈 它都漂亮的 皇宮 其實是很傳統的歐洲國家 一個城市 或者看一看河 看一看皇宮 看一看舊城 其實跟你在其他歐洲國家 或者城市 其實做的事情是相當多的 嗯 那這個Dennis 你自己去 其實你也不是說 募名而來的 你也不會說 他是剛好經過的 是 駐機 我主動去的 因為我可以白吃白煮 我不是被動生氣的 哈哈 其實你去得划算 因為你的私人理由 但這件事 對我的聽眾 就沒有什麼指標作用了 除非你每一個聽眾 都有一個親戚在那裡 他在親戚家裡住 除非你親戚 大開鐘門 這樣 這麼歡迎大家 我PM我 我給他餐廳的提示 你們去吃飯 Dennis又不同了 他這些 真的有目的而去 但是 他因為他拉脫維亞 打算追求女兒 打算手指握 那些女兒回來 都應該有很多東西吃 但是瑞典 又應該不是這樣 出發之前 有期望 但期望越高 失望越大 你有什麼期望 哈哈 剛才也說了這麼久的期望 其實都 在我出發之前 我朋友跟我說 他說做過研究 瑞典人的性觀念 挺開放的 你通常都拉遠 應該可能 有些機會 誰知道 貼了地 什麼事呢 有什麼經歷 什麼事呢 日後是OK的 大家都很喜歡的 見面 你打招呼 跟別人說話 是很喜歡的 那麼 入黑呢 就另一個小孩 變了薑屍 哈哈 我可以形容 我去酒吧 我是進了一個森林 跟北極熊在玩 那麼厲害 那麼厲害 那麼不厲害 那麼不厲害 你是站著我 他們是北極熊 哈哈 南極鄉北極 差不多 他們北歐人 全部都很高大 男女都是 基本上 女生平均身高 都一百零以上 有啊 有啊 每個人都是這麼高大的 我進去就變成一個欺負人 哈哈 然後在酒吧裡面 那些酒吧裡面 那裡有很多人 那些舞池 很多人 那他們 我不知道你們各位 有沒有去過香港的酒吧 那地方 基本上如果在舞池 多人的情況下 你要穿過舞池 你都會說一聲 麻煩謝謝 excuse me 那他們那些就不是的 推開你 就推開你 就撞開你 就撞開你 男女也是 D-waiter也是 這樣就撞你 就這樣 就這樣 基本上我覺得 我看上去 好像被一隻北極熊撞你 所以每個人都這麼高大 好像跟北極熊在那裡跳舞 欠地方站 其實是 基本上 第二樣東西就是 那些人會吸煙 吸煙就是 室內不給吸煙的 是去室外吸煙 或者酒吧裡有一個吸煙區 這樣 吸煙區吸煙 通常借火機 這件事是很平常的事 但問題是 你有火機在手 你拿火機 你一借火機後 他就遞給下一個 他沒有想要給你 噢 這些是不是他們是 維京人的本性 海盜就掠奪你 對 而且是粗獷的行為 真的不會理你感受 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很喜歡 那些人會在街上問你拿煙 看到他在吃煙 就拗你一支煙 因為煙很貴的 為什麼 他入口 碎蟲 但我覺得沒有香港那麼貴 都是二三十元包煙 我覺得他們 以他們的收費 應該花費得起 但他們真的 你在街上走過 怎樣也好 看到你拿著煙 就會問你拿煙 男女也是這樣 但你說不給他 他就馬上 很有禮貌地說你 很有禮貌地說你 為什麼很有禮貌地說你 大粗口 他會堅持用英文 是要你聽到的 是啊 因為他看到我們的樣子 應該是我們懂得聽英文 哦 即是你是受害者 那時候是不是 但怎樣很有禮貌 其實是英式的 都不是很有禮貌 其實我已經比快了 就是怎樣 你說一次 因為我想像不到 就是 喂 整支煙利水 那他回答什麼 然後你不給 然後我朋友就說 然後我朋友就說 我吃完了 沒有最後一支 最後一支 然後他就 問煙的人 就馬上 F 說出來 然後就說 你 什麼什麼中文 這樣 好奇事 幸好我不吃煙 所以就沒有遇過這些事情 是啊 即是入到晚上 人就變成這樣 夜晚人 不可能變成狼人 即是你要知道 人性的黑暗面 或者是真面目 即是這個 叫做 的一個 叫做 面罩底下的一個 真實人性 你要晚上才能看到 但是 如果你說 叫做我們做experiment 你起碼有control experiment 即是你要認識一個人 日後 你是跟他聊天 沒錯 晚上 其實你是看到他的 行動 那你才可以 比較到 contrast 有沒有這個人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人版給你看 是不是真的變成狼人 是不是真的變成狼人 先給你看 有什麼人版給你 那些人版暫時就沒有 暫時就沒有 沒有的 暫時就沒有 但是看到一些人 大部分人 你只是一般人 但會不會其實 可能RWIN那些 並不是真的瑞典人 其實我知道近年 自從歐盟開放了其他移民 都可以去瑞典工作之後 我知道東歐那些 例如比較窮少少 什麼 寶加利亞 羅馬尼亞 那些 很多移民都過了去瑞典那邊 因為他們的薪金高 他們的最低工資 是110元 黑狼 你想想 101港元做一個小時 當然他們的稅都很高 他們的稅是40% 即是四成 這樣也值得 如果這樣說的話 你也是六七草一小時 等於是 但是這樣算 你樓價有沒有香港那麼貴呢 應該就沒有 雖然你收到四成稅 但是他的福利 社會福利是包足的 非常好 對 連那些老人院很豪華 對嗎 至少居住是便宜的 你條數是在那裡 你知不知道連監獄都漂亮 你知不知道監獄的傢俬是哪裏 Ikea 真的 報紙寫的 這麼棒 我記得以前是 北歐風格 對呀 全部是簡約的 你不知道以前是北歐哪一個國家 即是有個傢俠殺人犯 坐牢 他想要抗議還是怎樣 他說要爭取一部PS3來玩 是啊 就是斯德哥爾摩 我記得就是斯德哥爾摩 那他爭取成功 好像最後什麼都碰了 你只碰了才是新聞 我不記得是瑞典還是挪威 好像說監獄爆了 因為太舒服了 太好睡 然後再起還是什麼 總之我忘記是挪威還是瑞典 總之就要放些籌包在旁邊的國家 幫我載上去 其實可能分分鐘好過難民營 肯定 肯定啦 要不要試一下 我們移民過去吧 移民過去要不要很貴呢 移民過去瑞典 起碼做監等也好 起碼不用優柴優米 優房租先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